哈啰 大家好 我是Sereen 詹雪玲 我是Alvin TJM 我是她的師父 我是她的土地 那今天我們要來做什麼呢 Alvin 聽說呢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reaction video 可是我們到現在都不懂是什麼歌曲 平常看別人做在YouTube好像很簡單 可是自己要做的時候有點可怕 對 我現在是非常非常的清淡 未知識的感覺就是那麼的可怕的 讓我們來開始吧 製作人 做什麼歌曲 聽什麼歌曲 你選紅包收收收不完 紅包收收收收 你有聽過嗎 都是沒有聽過耶 什麼耶 紅包收收收收不完 紅包收收收收收不完 其實你現在還有在收紅包啊 有啊 我是處於在給紅包的年齡了 是這個Cody Home的 好 來 那我們就直接聽直接講嗎 其實還蠻多人一起的 學起來讓你 為什麼叫學起來讓你紅包收不完 我也是很期待一下 真的是會唱這首歌就會紅包收收不完 我們現在我們來聽看 Cody Home Cody Home 700個700K的 一開始就要睡覺哦 睡覺 什麼日子哦 感覺氣氛不會像新年哦 感覺氣氛不會像新年哦 好像在拍電影 好像就很像現代一樣 還不懂幾點睡覺 來嘍來嘍 噢 碰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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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地的歌曲 試試不完 主你紅包收收收不完 身体健康是迟迟不完 春雨终身心一面 O.O.T.E.超好看 除了尽然是大肚孤胆 除了红包拿到手 我没有想到那个曲风是这样子 嗯 对 嗯 我都还没有买好 我都还没有买好 回到家乡的怀抱 新年到花光了钱包怎么好 没关系我等你打打红包 啊 才一块啊 一块 哈哈哈哈 新衣新鞋都要买 新年不乖乖乖乖 好连快来 祝你好连叔叔不完 祝你红包 他的叔叔叔是不是在讲老鼠的鼠 嗯 应该是吧 就觉得 诶 语言了 他变色还要存钱 哦 哇 还有那些 OOTD 的那些字 就平常那些 社交媒体上在用的字 还蛮有创意的 嗯 别拿了红包就跑到 在深到 这样怎么啊 却按地按个就对了 新年到 新的肉感可以多两口 没关系 肩肥留到新年后 哦哦 迎着新年 猜猜猜 新年哥不几天了 一层吃我 不乖乖乖 是个团人干 怎么手机会先吃呢 别再按电话了 不会结束尴尬了 可以了生活 两梦想过的场合比你大了 我的生活没在怕的 我现在一张大了 我可以应付它的 我的方法很简单的就是 东西化作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万事 你一层水平安 一本万里年变 有余大姐大姐 我要 祝你好 宾宾宾宾不完 祝你红包 宾宾宾不完 身影健康 趁趁趁趁入完 这年就是新一年 storage profile 挺好织的 我是觉得它的 那个 风和 在唱 一 horse 舍趁趁趁趁宾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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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就是我 像是水一样吗 Micky Mouse吗 洗脸啊 这个是Micky Mouse的奶油吗 好吧 听老公有什么感觉 像现代的歌 因为他们 我觉得它很流行 根本不会很传统的流行 对 因为它有加上一些电影的元素 而且他们又有加上新的Rap 而又不是Rap完 它是一个一部分在那边Rap 我觉得是 其实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是有 触到我 因为我觉得 你会感到惊讶 因为它突然多了一个Rap出来 只是一个普普通的Rap 多了一个Rap出来 就让整个感觉更加好 如果跟你一往的那个新年歌比 我就觉得 可能马来西亚比较常 常发这种新年歌吧 我觉得跟其他国家比的话 那马来西亚一般的做法 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多 传统性质的 那种 那种 很多那种花人乐器的 就这首歌 我觉得它还挺流行的 OK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歌词 新年到 红包 我花光前半怎么好 对 他们的押韵 所以我觉得它的押韵是做得不错 然后在编曲方面 我觉得它乐器其实没有很复杂 然后很简单容易 如果是我听看他们是蛮容易的 就重复重复重复 重复弹 看你上回一句唱歌吧 我记得melody 但我不记得歌词 收收收不完 嗯 我觉得那个是他们的 他们的利点 对我觉得也是蛮不错 嗯 然后我看到做词做曲都是gaston 就是碰地嘛 对 那我在想编曲到底会是谁 因为它没有写这边 嗯 可是我觉得它编曲挺 怎么说 挺solid的 它其实很简单 运气没有很多 对 可是给人家感觉是很饱满 我在猜想可能是它的那个 synthesizer 的声音 嗯 所以导致它的那个整个编曲 就听起来比较丰厚一点 对 发现到现在的新年歌 因为现在的大多数歌曲 都是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新年歌 也可以把它纳入进去 嗯 那老师如果你从这个商业角度 你觉得这首歌怎样 我觉得这一个歌 如果放在tiktok或者whatsapp 发出去的话 应该还蛮不错的 在大家新年的时候 你不可能就是 发一些很长的那些歌曲 给别人去听 然后在这种歌曲 这么短的一个chorus 你就可以听到它的重点 它的歌词就是那种 主题就已经是说明了 那一个 说不完 所以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很直接的 在whatsapp 要祝福别人的时候 就砍那个小小的一段 然后就发出去 是挺好的 我是觉得 OOTD其实是什么意思 OOTD的意思是 你今天穿什么衣服 然后比如说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的 你就告诉别人 今天这一身打扮就是 OOTD的意思是 是在社交媒体上面拍照自己 自拍的时候就会hashtag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是除了一群会做音乐的小孩 他们也是很现代在社交媒体 那个网络方面挺红的一些歌手吧 所以他们就对这个OOTD这种字眼 他们就比较善用 然后也把它好好的运用在他的歌词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就是可以比较联合到年轻人的思维 然后他们讲话的术语会是一致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reaction video 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有制作人要求之下 要我们唱小小的一段 就是我们唱这种红包收收收不完 好 现在我们先找一个口音一下 你想要唱什么key 我们唱口音 这个新年我我 祝这个新年我我我想祝福你 祝你好远数数数不完 祝你红包收收收不完 祝你健康好好吃不完 转眼又是新一年 推你头头体的超好看 祝我12都不出难 懂不到好弄到出 这样讲 王记格子 就是唱到不好啦 弹又弹错 唱又唱到不好 王记格子就很好 没有练习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 这是我们第一次reaction 应该下一次会更好 所以赶快留言给我们多一次机会去练习 好 我们的reaction video来到了尾声 这算是我们第一次reaction 然后看的不是最好的 可是下一次一定会更好 对对对 那专业的孩子分享 薛云黑的孩子 按赞 按赞 订阅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样子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样子的影片 在讲什么 继续 如果大家想要我们这样子的影片 那记得在我们的影片下留言 还有打开我们的小铃铛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